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三归一 归佛归法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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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济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恭送般若般若密多心经 心奏三遍 Zither Harp pralasam kate putiswaha kate kate pralakate pralasam kate putiswaha kate kate pralakate pralasam kate putiswaha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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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大家平安吉祥 我们从上上星期开始 我们上课就是自然讲课子 可以不用戴口罩 我想这个是很大的方便 因为戴着口罩的确是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这个非常感谢 因为我想主要还是因为疫情相对的比较缓和了一些 所以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 我们也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尽量让大家的生活回归正常 回归正常不只是说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回归正常 主要是我们的心态要回归正常 我们怎么能够用一种平常心 而且是一种普遍的尊重万物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来过生活 我想这是我觉得在这一次这个疫情之后 那么我觉得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的 因为我想这个疫病的这个发生 它最大的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环境的背景 就因为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太严重了 因为我们对环境严重的这个破坏 所以造成环境里面那个气是不平衡的 那这个气如果不平衡 它就很多的毛病就出来了 包括说天气也不正常了 那么像我想最近这个半年以来吧 拿台湾来讲先是严重的旱灾 很多的水库几乎都要见底了 然后水库有水以后开始降雨了 又雨太大了 那么又造成这个这个什么 造成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水灾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南部 这个像那马下这些地方 在高雄的这个山区 那个整个桥都被冲走了 所以在一年当中 这样的是先旱后老 那么我想我们看到 在大陆也有像这个郑州 就少林寺所在的地方 那么也发生类似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次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就先调我们的气 从我们的心平气和 然后来转而影响整个大自然的这个环境 那么让它能够平衡 平衡就是和 所以我们中国字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那个关键字就是和平的和 这和字比什么都要重要 所以这个我的这个童年的家乡 在我们宜兰的一个东山乡 一个村子 那个村子真是太好了 名字叫什么 叫太和村 太和 就是广大祥和 我觉得我记得方多美先生 他在英文书里面 最喜欢用的一个英文字呢 叫做 Great Harmony 大和 太和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大自论里面 就是我们大自论是大般若经的 大品般若经的这个四经论 那么大品般若经就有一品很重要叫什么 叫大乳品 那么这个大乳就是太和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我想可能同学会联想到说 那日本人不是喜欢强调和这个字吗 他们叫大和民主 这个能够用大和来自我的勉励来命名 这是OK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里面 他对外国对周边的这个邻居 那种这个侵略性破坏性太严重了 我就觉得有点名不符实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今天在整个 传统文化的一个历史背景上来讲话 和这个字是贯通整个 鲁士道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要接着上个星期讲这个课 我们请回到接着上个星期调 我们就很感谢那个央菩萨 我们这个课现在有了双尾浓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央菩萨来负责 先把今天上课的主题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上课的主题 声闻原觉云和不得诸法识相 那么这个央菩萨刚刚念的这个主题很重要 我们这一堂课是整个第十八卷 讲菩萨菩萨蜜延续下来的 然后现在进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方 就是说 什么叫菩萨菩萨蜜 如果要恶要的讲 取要言之 诸法识相就是菩萨菩萨蜜 那什么是诸法识相 我们学习佛法学习大致多人 我们明白什么是诸法识相吗 这是我们的功课 这里简单地讲就是说 现在底下要念的这一段 大致多人这个论文 主要是说明 声闻也好 原觉也好 就是二称的这个修行人 二称的圣者 他们谈不上对诸法识相的了解 那何以故呢 是为什么呢 今天的论文就要谈这一部分 我们请那个 样菩萨带大家念一下 大家一起 若菩萨摩赫萨 知不可得空 还能分别诸法 怜悯度托众生 是为般若般若密利 取要言之 诸法识相 是般若般若密 这一段话是很关键 因为我们在大致论第十八卷 这里是很明显的在传递一个重要的讯息 就是菩萨称 跟声闻称 圆觉称的一个 精神的差别 我刚好这两天在看这个 大爱电视台 他们有一个高声传 在介绍 印度的 马明尊者 或者有时候我们叫马明菩萨 他本来是婆罗门的外道 婆罗门的 那后来呢 让他对佛教产生这种感动 产生皈依的心 关键在哪里 啊 原来呢 所谓的这个佛教 有大悲心 有菩萨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菩萨道 这个菩萨 Bodhisattva的 这个菩萨 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 人类的一个精神 我也一直认为呢 从印度传到汉地来的 这个佛教的语言里面 我认为最好那个字 就是菩萨字 这个字 Bodhisattva 或者完整的音译 叫做菩提萨多 那为什么叫菩提萨多 就是绝有情 Enlightened beings 就是那个 有两种意义 一个是 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追求开悟 果地成就的时候 Enlightened 所以一个是 Enlightening 就是在那个修行的过程里面 在追求开悟的 那样的菩萨 那样的一群有情的众生 然后等到他彻底的开悟了 当然开悟也有几个等级 七地以前是一种开悟的境界 七地以上 我那开悟之间 又一层一层向上提升了 所以我就觉得 从印度传到汉地来 最好的一个名词 就是菩萨这两个字 而且菩萨这两个字 我们现在的这个 写的方法 这个笔画蛮多的 我觉得很好玩 我们看那个敦煌的这个 从敦煌开始 敦煌里面很多的 那个菩萨的名字 笔画很少 我不想要 可不可以 那个 菩萨把黑板拉过来 我们再写一下 菩萨是怎么写的 你无法想象的简单 那个 请那个洪君菩萨来 写一下菩萨两个字 简写 这个我们从从菩萨 写的比较客气 诸位 在敦煌里面 菩萨 这个笔画很多的 菩萨两个字 简化出来就是这两个 双十双十 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 菩萨可以这样的简形 我希望同学们 如果有机会 可以去看看敦煌的 这个壁画的一些 OK 谢谢 杨不上 可以啊 当然 我就希望大家 学这两个简化的字 所以我觉得呢 这是我们同学们 其实这汉字的简化 是有它历史的一个背景的 特别是敦煌 把菩萨两个字 简化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 请继续 那么 这一段话是很关键 就是说 为什么菩萨 当我们谈到菩萨的时候 这个菩萨 它的最高境界是 与不可得空相应 因为不可得空是无障碍剥弱 不可得空是方便剥弱 可是为什么知道了不可得空 然后还可以分别一些法 一项什么这个异项什么这样 种种相 然后为了怜悯众生 还可以为众生演出种种不同的法 照理说 不可得空是什么都不要了 就 就是 归零就好了 不是的 因为他虽然知道不可得空 但是不可得空有无穷的妙用 而这无穷的妙用是什么 就是 怜悯一些众生 为了引导众生 进入诸法实相 所以怎么样呢 分别诸法 所以才会说 一相啊 一相啊 什么各种各种的相 有二分法的相 三分法的相 那么这里面 龙术不达就强调一句话 取要言之 请大家跟着一起念一下 取要言之 诸法实相 是 菠萨 菠萨 那么这句话就是已经 做一个最简单的 画龙点睛的一个说明了 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了解 什么是菠萨菠萨 请记住 当我们谈菠萨菠萨 我们能够深入 如实的 进入诸法实相 这是关键 好 那么请继续 问约 一切世俗经书 及九十六种 出家经中 皆说有诸法实相 又深文法三藏中 亦有诸法实相 何以不明为 何以不明为 波罗 波罗 米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因为在这个印度 波罗门教的背景 还有佛教的这个历史背景里面 整个印度的文化 你们不是都在强调 诸法实相吗 所以一切的世俗的经书 还有所谓的九十六种的 这个波罗门教的 叫一种出家的相关的经典里面 每一个都 我说的法就是出法实相 回到佛教本身 深文法三藏 什么叫深文法三藏 三藏就是 佛教解极经典的 三个基本的规范 就是经律论 那么经律论的这种规范 是从释迦牟尼佛 那个最早度的那个地址 也是所谓的深文法的 这些阿罗汉道的这个行者 那么那个时候就已经讲 把那个佛法归纳为 经律论三部分 那么这个经藏 这个律藏 然后还有论藏 那我想请那个 那个慧玲菩萨说明一下 经律论是什么 经是那个佛所说的 佛所说的结集 那经由他的弟子结集 叫做经 那律的话是佛所制的戒律 或是律义 这也是佛就是在他的这个在世的时候 有需要制定的一个戒律 那论的话是来就经的部分来更详细的论说 就是这个是论的部分是由后世的圣贤就佛所说的这个经典呢 来就是说还有一些更详细的说明 那譬如大制度论它就是水论 那大制度论它就是来解释那个大品波尔经的 那以上是我这样的了解 这个藏就是里面有无穷的智慧的法门在里面 所以有经律论这个三藏 就是刚刚慧宁菩萨讲的 经是佛说的 这是一种 怎么讲 我们讲很经典的 很核心的这种佛法的这个精华 那么律呢是 律上是什么 刚刚我讲慧宁的话里面可能还要稍微再做一个修订是什么 请注意 释迦摩尼佛他没有制定戒律 但是 为什么 佛教生团戒律有一个特色叫 叫随犯随至 请你打一下 我们要记得佛教的历史是这样 释迦摩尼佛 他自己跑到森林里面去苦行 然后后来在普里树下 开悟成道 然后就有很多全印度各地的人听说 有一个释迦族的王子 他已经悟到了 然后就看到那个王子在树下打坐 那释迦摩尼佛从那里面说我要 我要什么建立一个生团啊 我要什么教你啊 没有 他在那边打坐 然后被人就看着他 释迦摩尼佛在打坐 也跟着那边打坐了 然后慢慢有的人就去问问题 那释迦摩尼佛就随机回答 随机问答 可是人越来越多怎么办啊 越来越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聚集在释迦摩尼佛的这个周围 哇 这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 吃饭怎么办 好 那个时候 还不晓得说 有什么生团啊 出去排队要去脱波的 当时都没有这些制度的 所以 在生团里面 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甚至 有的人抢一棵树 哇 那个树荫底下好凉快 有的人呢 没地方抢啊 他抢不到啊 所以 聚集了那么多人在一起 都是以修行为名 以开悟为名 没有定规矩 所以随犯随着 随着 某一个争议心的事情发生了 然后大家就交换一戒 那交换一戒 听谁听谁啊 开始的时候谁都不听谁的 你说了算吗 不算 我不承认 所以 佛教的 生团的这个 律理 这戒律的东西 请记住 戒跟律的意思不一样 戒是佛教的 根本伦理规范 譬如说不能杀身 这是根本的 不能邪引 不能偷盪 这都佛教的根本戒 那律呢 律是生活公约 律不是绝对的 可是为了大家 和平共存 和平共生 那就是说 那我们约定好不好 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 我们规定大家约定说 那要进这个教室的时候 要先用实名字 用手机刷一下你的名字 然后呢 这个要戴口罩 要用这个酒精 75度C以下 70度是不是 请问现在是70度吗 70 70%的这个 成分的这个酒精 那么把手给洗一洗 请记住 这个是不是戒 不是 这是律 这个律是为了大家 生活上的安全 保护彼此的安全 为了防疫 大家一个 等于说 共同的约定 请记住 在佛法里面 犯了戒 就是你冲击了 你的生命的基本规范 那是严重过失 那如果冲撞那个律仪呢 就是那个律仪呢 就是你违反了生活公约 那怎么办 那你离开这里吧 因为你 冲击了 你破坏了这个律仪 就整个你不接受生活公约嘛 那你干嘛留在我们的生团里面 所以 第一个我们要想着 佛陀他没有亲自自定戒律 但是 五戒是基本规范 而且 是在生团里面 大家慢慢慢慢的 约定书神了 所以大家都承认这个东西 那我再说一次 生团里面 所谓的这个生团 那个这个律仪啊 刚才用到律仪这两个字 都是为了共同生活 而产生了一种生活规范 生活公约 譬如说 佛法 从印度传到汉地来之后呢 在汉地最有名叫 摆藏清规 有没有 摆藏清规 是不是戒啊 他不能犯戒 戒是基本的 这个生命的规范 生命伦理 但是呢 他有很多细节的规范 譬如说 在印度 古印度在佛陀的时代 出家人不可以手作金钱 就你不可以碰触这个钱的 如果你开始要除夕金钱的话 那么他就背离了 生团的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律仪 所以我们现在同学要区分哦 戒跟律是不一样的 但是 戒是基本规范 那是比较大概 大略性 譬如说 我们现在讲的五戒 我们在课堂上 念过五戒的 那个杨菩萨记得吧 五戒 要斩筋截铁地念出 不杀身 不杀身 不妄语 还有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饮酒 那么 这个是基本的伦理规范 那么我们以后 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 再温习一下 这个慈戒波罗密那一部分 因为 这个还是我们 照那个 佛陀的时代 就生团里面 做了 约定的一个规范的话 每半个月要送戒一次 这样你受的这个戒 你受的这个律 那么 才能够有持续的一个有效性 好 那么这个是 回应刚才那个 那个那个 慧玲菩萨提到那个 就是律葬这一部分 那我们要知道 佛教律葬太疯 因为他其实是 佛教的生团的历史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四个字 叫谁犯谁至嘛 就生团某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最早的时候 生团定了一条规范 就是什么 出家的比丘 不可以穿皮鞋 不可以穿皮鞋 就不可以穿皮鞋 动物的皮 去做的这个鞋子 这个定下来之后 西班牙山的那些 寒带 就高山 他们很冷的地方 他们就抗议了 他说你们在平原 你们穿草鞋 穿布鞋 你们都没问题 我们在这种 高山下雪的地方 你叫我们穿草鞋 布鞋 怎么办啊 所以后来生团 就有了这样的一个 规范之后呢 马上经过讨论 那可以有例外的规范 就是我们 我们怎么 现在那个有现代的话 叫但书 请你打一下 但书 但是什么意思 但就是例外 but 但 所以生团面很合理的 还有那个民主的规范 就是说 那我们是这样规定的 原则上 诸家人不可以穿皮革 动物的皮革 做了鞋子 但是 但是什么 在西班牙山那样 极寒地带 是可以例外的 是OK的 同学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 你会发现就是说 律是可以因时 因地 因人而自宜的 宜就是妥当性 妥当性 妥当性不是绝对性 它只是妥当一点 就 反正在喜马拉雅 这么冷的地方 你总是要给我们穿一点那个 只有皮革那些 但是 它用什么皮去做呢 它又有规范了 所以 我认为 佛教的这个 戒跟律 是有它 成就的过程的合理性 那这个不能混淆的 那么 有一点很重要 我记得那个 斯里兰卡有个 福教界的长老叫 拉夫拉 罗霍罗 他有一次呢 在台湾 举行的这个 就是 全球的那个 生协大会 他又发表一篇演讲 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 法 跟戒律是不一样的 戒律是 对我们生活的一个 规范性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规则 法 是真理 譬如说 大品波罗经 佛说的话 这是什么 这是真理 其实我们讲 经历路里面的 就属于经的部分 这佛说的话 这是一个 宇宙人生的 共同的真理 那 律葬里面的 戒跟律呢 因为戒是属于 基本的生活伦理 所以 那个原则不能动摇 但比如说 我们讲不杀生 刚刚提到不杀生 对不对 这个 五戒里面 第一条 就是不杀生 有没有例外呢 有 譬如说 我们在慈戒波罗 没有提到说 譬如说 为了要 就有一个村子 那么有强盗要杀人 那为了救这个村子呢 那么你必须要阻止这个强盗杀人 所以 这个就是说 真理不能动摇 但是 戒跟律 是属于一个 伦理的这个规范 那么这伦理的规范 他有 他有 例外的时候 那么这是我们谈到 金律论 现在回到我们的论文 刚刚提到 生文法三藏 是不是 那生文法三藏里面 就是金律论三藏嘛 好 我们现在简单的说 金藏 这是佛说的 然后呢 律藏 那就是记载生团的生活规范 生活的这个历史 而且很详细的记载下来 为什么当初会制定这条规范 这个戒律 那交代很清楚 那因为交代得很清楚 所以 为什么例外的时候 那要根据 回到当时的情况 当时怎么制定的 那么 就会有例外的情况 所以律藏是很丰富的 非常非常丰富的 等于说佛教的一个生团 一个生活的规范是 然后论藏 基本上 论藏 像我们大致的 会已经普达提到 像我们大致嘛 大致是一个很特殊的论 它是四经论 就是说 是龙树菩萨 为了解释大品波金而造的论 那其实佛教有很多论 我们前面上课 到十八经有提到什么 有昆乐门 有阿比达门 诸位记得吗 那昆乐门跟阿比达门是什么 就是这些 佛门里面的善知识 或者是教团的这样一个 受到大家敬重的长者 论师 那么他们造的这个 解释的论 所以都是用来解释 佛说的法 我们还明白的不够 所以必须要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探讨 所以这个就是说 请把这一段话再继续念一下 佑 佑 佑生文法三藏中 亦有诸法实相 何以不明为波罗波罗密 好 这个就是重点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生文法里面 这一些生文称的 就是要修阿罗汉的这个四 这个阿罗汉道的四国的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那这一些人 他们在佛头的座下 学习那么多年 然后他们所 造的这个论 或者他们记载了佛说的话 金杖 律杖 还有这个 所谓的论杖 这里面也有讲到诸法实相 难道你不承认吗 好 这里面的问题是说 佑生文法三藏中 亦有诸法实相 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那个麦克风的声音 调得太小 我讲话很费力 稍微调大一点点 我就可以轻一点就可以说 那个我想 红君佛萨尼 以后特别注意这部分好了 红君 就你要用耳朵去控制那个 麦克风的音量 好吗 谢谢 谢谢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对方来质问龙树菩萨 问题就是说 那圣文三藏里面 也有提到的那个金利 提到诸法实相 为什么你不把他们叫做菩萨菩萨 为什么要另外取一个菩萨这个名称 那个庙部长继续念 所以为什么就在龙树菩萨造的这个论 然后这个论里面 然后这个论里面竟然就是特别是为了说明菩萨的 那为什么这里叫做菩萨法门 独明菩萨 菩萨 我们看到下面答约 打约 世俗经书中 为安国全家 生命受乐固 非食 那个断句的地方再稍微空档拉大一点点 生命受乐固 非食 哎呀念得好 这个就是重点 我希望大家注意 非食两个字要斩钉截铁的 非食 就这没得商量的 这也没有什么做人情的 我想 我们念的时候把那个味道给念出来 OK 那么 现在就先讲 刚刚不讲那个什么婆罗门教里面 很多的那个什么世俗经书吗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出家经典啊什么之类的 现在先讲世俗的部分 世俗的这些所谓的论述论点 这四个字 安国全家 他有时候是未来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这个价值观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套论述 有一套这个说明 第二个是什么 生命受乐 是因为世间法的这个目的而造这个论述吗 非食 这个是不能够称作这个诸法实相的 这个有就是我们前面大臣第一句讲到 世界西坛的那种 我承认你是世界西坛 皆是十五相违背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要说他是最高的这个旧经的诸法实相 ultimate reality 对不起 你没有到那个那么高的位阶 ok 下一句 外道出家跺邪见法中 心爱着骨 是亦非食 哇 这两个字念得有力 是亦非食 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注意到 ok 现在在讲 普通门教的出家法里面 譬如说 他强调要忌天 那忌天的时候就要去杀害很多的动物 就像那个在 在尼泊尔他们有杀牛 哇 一直要杀这个几万头的这个牛 那么这一些呢 都是什么 我想 在论文当中 我们家的解释呢 不要打上去 就是那个本文 我们不要去改变它 然后呢 第二部分讲到 外道的出家法 做邪见 因为他们这个 我来杀牛 我来杀什么动物 然后我来祭天 天神会欢喜 会赦免我的灾难 邪见 从佛法的角度上 这个就是邪见 邪知邪见 认知错误嘛 注意我们大致的也好 或者说在佛教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翻译当中 最可怕的东西就是邪见这两个字 请记住 邪见跟边见层次不同 边见是一边之间 你只是一点偏见 但是谈到邪见是绝对错误 那邪见有一个基本规范是什么 背离 因果的 就是邪见 凡是你说了这个东西 背离的因果法则 绝对就是邪见 所以你看他这里面讲到 堕邪见法中 那这是都中了这个批判 心爱走过 而且他们偏爱他们自己的迷信 没有办法 是亦非识 好 再请往下 声闻法中虽有弑地 以无常苦空无我 观诸法实相 以智慧不具足 以智慧不具足不利 不为一切 不能为一切众生 不为得佛法故 虽有实智慧 不明般若般若密 OK 这段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 很简单的几句话 可是一句话比一句话 还要深刻 比如说我农兹不知道他说哪 声闻法中虽有四体 就是说在声闻的这个 所说的这个法里面 有苦及媚道 那这个是佛说的法 这应该OK吧 农兹不知道说 我承认这个四体 是佛说的法 是为了说诸法实相 而说的这个法 所以这里面就具体的讲 以无常苦空无我 观诸法实相 没有错啊 这个四体就在讲 这无常苦空无我啊 这个就在观诸法实相啊 但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第一个 以智慧不具足 这里不具足 后面要加一个斗点 就是说 在声闻法里面 虽然也讲到苦空无我 虽然也讲到苦及媚道 都在讲诸法实相 但是问题在哪里 智慧不够啊 你讲不到那个精彩处 你讲不到那个核心嘛 不立什么 是你的智慧不够锐立啊 你反应太迟钝了 你这讲不到那个精彩处啊 所以请注意 第一个智慧不具足 第二不够锐立 我们说立根 就立根的一听就懂了 然后不能接下来 不能为一些众生 为什么 他没有大悲心啊 你讲苦及媚道不是为一些众生讲的 是为什么 是为了你个人的解脱啊 不是为了得到成佛之道 不为得佛法固 就是你没想到成佛之道 你没想到得像佛一样的 就近的成佛的境界 虽有实智慧 现在讲苦及媚道 讲苦空无我 讲无常 这个都是真实的智慧 但是不究竟 而且因为你的利根不够嘛 所以讲到了 但是 不能大车大悟 根基不够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要注意到 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 怎么样能够 勉励自己 不断 不断 不断的提升 而绝对不是 得少为主 这个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得少为主 我们学到一点编 学到一点浅的东西 没有深入 我们在课堂上 我们请那个张云章老师 上上礼拜来 跟我们课堂 也跟我们特别讲的一个主题 就内卷的危机 就一个社会 大家追求的东西 从无心太高 然后没有办法 普遍深入 来解决社会的问题 最后造成整个社会上的 一种不必要的 浪费的竞争 竞争到半生都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浪费人才 这个张云章师兄 我以为是偏他去 宁学室打残器 跟我去老和尚 我想他也跟大家提过 他去打残器第三天 本来不能讲话了 他竟然把我偷偷的利用到去 去在场吃饭 把我偷偷带到他的车上 说我开悟了 你们记得这个话吗 对不对 我吓一跳 我说你还竟然敢说你开悟了 后面一句话才是要紧 他说因为我知道 我这一次不会开悟 更妙的在哪里 我觉得更妙是后面这个 前面讲还是俏皮话 后面就要紧了 他从第三天开始 就非常非常用 他听错了一句话 他听那个主旗和尚说 这个腿是不能放下来 他每天硬凹 然后看那个温农师傅 走过来赶快腿就搬起来 温农师傅走开 他腿又放下来 但是他做两件事情 我很佩服 第一个 他下山以后 连睡觉都在盘腿 半年以后终于给他盘起来了 他本来没办法双盘起来了 连睡觉都在鞭策自己 第二个 他下山以后什么事都不干 看不下去 他正大财税系毕业的 不看 看什么 他就只看当时在林泉寺 师傅摆了几本 来果禅师语录 来果禅师 残疾开释路 就像一年的时间 除了来果禅师的东西 什么都不看 同学知道吗 他说他不会开悟 不是讲假的 所以他必须要找出一个方法 让自己有开悟的机会 后来他也要修准题法 然后去东京做生意 因为他是要做那个圣诞节的礼物 然后他要去开发市场 希望多一些那个厂商有这个需求 他到东京去以后 在旅馆关三天 专修准题法 然后到第十天 他打开东京的饭店 他们会有一个电话簿 Aerobook 很奇怪 随便翻了几页 看到有四家 他这个公司是需要这个产品的 打电话四家通通 我们正在找这个产品 三天关在旅馆里面修准题法 然后第四天打几个电话 生意做成 他就顺利地回家 所以我就是说 像我们张老师这么一个 事业这样 后来他创办了国际私事大学 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各位同学 我们非常非常的认真努力 在修行这条路上 真的要不断不断地做工夫 绝对不可得少为主 好 请继续 如说佛入出诸三昧 舍利佛等乃不闻其名 何况人知何以故 诸阿罗汉辟之佛出发心时 无大愿 那个意思我们家里 这里不要念出来 无大愿 无大慈大悲 不求一切诸功德 不供养一切三世诸佛 不审地求之诸法实相 但欲求脱老病死苦 那么我很感谢 刚刚我们在上课前 特别请慧灵菩萨 把这一段话给他加一个顺序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那么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会发现 在这个佛教的 所有的著作里面 他非常重视结构的严谨 没有绘化 结构性的严谨 所以这样的东西 后来到了汉地之后 佛教传统之后 有个非常了不起的功能是什么 所有的著作 这些佛菩萨的这个著作 全部都要明白的科判 什么叫科判呢 就是说这一部著作 它的章节 然后它的段落 它的内涵 尤其是结构性的这个内涵 交代了一清二楚 然后你一做科判的话 天哪 它怎么会这么清晰呢 所以你看 我们刚刚只是上课前几分钟 请慧灵菩萨说 请你把那一二三五六给点出来 马上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科判 那慧灵菩萨 你自己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分 出发心的时候 会求这个世俗的菩提 就是你要出发心 所以开始的时候你要发愿 那在发愿的时候 其实这边会有一个跟菩萨不一样的 待会儿老师会解说 现在你再说啊 你不要再要我来说 那那个阿罗汉跟辟资博 其实我们会看到第六点 他是想要诉求拖劳病死苦 这一点 他是 这个是他最主要的 所以我们往上面 虽然他是有发愿 但是这个愿是 比较主要的就是第六点 所以他没有大愿 那菩萨呢 他因为他是 未成熟众生 也就是说他 希望众生跟他一样 能够 也能拖劳病苦 而且能够成就佛道 所以这个时候菩萨他就愿意 用善巧方便还有大悲心 来陪伴众生 跟他一样成就佛道 所以这边就会有不一样 就愿力跟慈悲就 两者就会不一样 那菩萨呢 他为了要成就 因为前面我们刚刚有讲到 成就众生 还有要不畏得佛法 也就是成熟佛法 也就是说他为了要能够陪伴众生 所以呢他就要面对 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根性 所以这时候他就必须要 能够求一切诸功德 求一切诸功德的原因是因为 他这样有一个威力 我们说的有善巧方便 那有善巧方便以后 这个诸功德我觉得 这个当然我们觉得以六度 那六度这种功德是大胜的不共的功德 就是六度菠萨 那所以说他为了要能够善巧方便 我必须打扎好 这个六菠萨不是大胜的不共的功德 其实那个在南传在圣婚三藏里面 处处都讲六菠萨 你同意吧 好 谢谢老师 那因为他要能够有能够具备善巧方便 所以他要求一切诸功德 才能够来帮助成熟重心 也许我可以补充一点 这是我的理解 我们大家将万参考 第一个无大愿是什么 他不是讲无愿 他讲无大愿 我认为在那个大自动或者大品波经 或者大乘佛教经理 他一直强调那个大愿是 救度一些众生的愿 这还是关键 他没有生意这样的愿 那这个愿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它是领头羊 它是领行的洞 你如果有这个大愿呢 为了救度 那你没有大自大悲不行 这个路走不下去 你动不动就马上自己给自己挣天发 动不动就自己挫败自己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大愿的重要性 没有这个大愿来带动 大自大悲起不来 还有呢 不求一些诸功德 为什么 成佛这个事情 度众生的这些 需要太多太多的助援了 我们不要说别的 你说我要帮助非洲的人 那你要不要学非洲的语言 你不学非洲语言 怎么去帮助非洲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 那非洲有几个国家 几十个国家 那你就不是学一种非洲语言 你可能学好几种的语言 所以 不求一些诸功德 这个话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刚刚慧玲不上一直 缓入墙道四个字 我觉得很好 善巧方便 就是方便就是方法 就是你要用各种方法 各种语言 各种这样的一个 一个可能性的一个 方便法门 来达到利益众生的目的 回到刚才那里 所以 你会发现 为什么无大愿方在第一个 就是 森文 毕师佛他没有 没有这个大愿在那里 这大愿要发在哪里 请记住 出发心的时候 出发心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生意 你不要等到 很多年以后 然后他说 我要发心了 太慢了 因为你一开始方教都搞错了 没有搞清楚 所以你要知道 菩萨因为他出发心的时候 就有这么个大愿 所以什么 他什么都好学 什么都要学 我需要无量散角方便 如果没有学这些方便 我怎么能混得下去 我怎么往前走 我怎么能够跨出一步去帮助任何人 像我们的好朋友那个 又一蔡 这个蔡师兄 我很佩服他 他 亲近陈建平上师 那陈建平上师是精通三藏的人 有一天陈建平上师就跟 又一蔡跟蔡老师讲了一句话 说你如果真正要发心 要深入藏传佛法 你要学藏文 一句话 哇 这一来 他苦学藏文 所以我们有些同学 上次还特别安排在 特别又人神谷的那个 玄秘禅堂 我们有一天的 文解脱的共修 这个都是优异堂老师 一个字一个字 从藏文翻过来的 而且他翻了 怕没有把握 还请那个一个 尼泊来的一个 受比丘界的那个 佩玛仁波界 帮他修改 修定 定证 诸位 发大愿何等重要啊 这个愿就是我愿意 救度一些众生 所以我们大臣 农师菩萨一句话 一直都很感动 农师菩萨他说 菩萨为骗度一些众生 因骗学一切法门 所以我们讲五名还讲个大概 五名还不够 所以为什么孔门所要求的 最高要求 最基本要是什么 两个字 孔子门下 好学 孔子有天很感慨 时事之意 必有忠信 如谋者焉 所以要找那个 有十父的人家的 这样一个小村子 要找那个 强调做人要忠 要讲信用的 应该找得到 可以找到跟我一样这样重视 做人要忠要信的 这样一个原则 不如某之好学 某就是孔秋那个秋 我们有尊敬孔子 所以不直接念秋 去念某 不如某之好学也 可是要找到像我这么好学的人 不容易有 我从我初中开始念如意以后 深深为这个话感动 原来做人讲求忠信 诚实这个原则 还OK的 要好学 还真的是要一点 自我的要求 不如某之好学也 因为你不好学 什么都不要谈了嘛 你没有学习的意愿 你没有学习这样的一种 一种求之若渴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冲进 那怎么行 不行 像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最大优势 我们这个时代太方便 学习的工具 学习的方法 太多 太方便了 我们最近有什么事情 我发现程老师 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师 叫Google先生 大陆叫百度 你又就是用语音这样输入 马上就有答案了 你每天早晨起床 还会把你自动叫醒 不打紧 还告诉你 你起床以后 今天温度极度 勤或者愈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优势 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 就是说 我们这个时代 可能开悟的机会很多 但是自我误导的机会 可能也不少 所以我们再强调一次 大愿 你要发大愿 发大愿不是因为 我很久要发大愿 我有钱不一定 你会发大愿 所以这个大愿 不是因为我有本事 我才发 是我没有本事 但是我要发大愿 我真的希望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龙珠他这段话 大家能够放在心上 自我鼓励 自我鞭策 坚持 往前走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央菩萨 你这么多年 在佛教的这个社团里面 那么发心 那么样的精进 还清醒那么多善之士 还跟我们那个慧灵菩萨 为了帮助尼泊那小喇嘛 每一年都不断的筹款 去帮助他们 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大愿好吗 其实还好 那大愿就是 能够 劝缩更多的人发愿 然后 互执喇嘛学校 让更多的喇嘛们 能够修学佛法 更多的人把这个佛法呢 能够发扬广大 然后我们仁波切啊 到南印度之后 修学五部大论 然后到台湾来 到我们汉地 就是仁波切之前有答应过 他将来就这一世 会到汉地 用中文 用汉语来传佛法 那我们真的希望 仁波切能够 这个愿望能够达成 那我们汉地也更能修习 更多的藏传的佛法 这是我一点点小小的信愿 我们请慧林菩萨补充一下好吗 你们两个人在这一方面都好发心 其实这个是我们就是说 这个当户法 因为我们都是在家居士老 那我们大概唯一能够做的 因为我们自己会有 就是自己有工作 然后有收入 那出家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说 可以能力能做的就能够互持三宝 那刚好这个仁波有这么 其实这就还是我们的福报 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有修福报 赔这个就是说能够存这个我们在佛道的滋养 这个何乐不为 这个慧林菩萨补充他这个讲得很重要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有机会 然后去帮助别人 不管是学习或者是做事件法 里面有一些需求 这个就给你自己赔福 赔福就是成就你的菩提道的资料 这个资料两个是特别特别重要 我们好像要成就很多事情 你是需要很多滋养的有形的无形的 眼前的长远 所以第一个这个大愿的重要性 我再说一次 你有大愿不是你已经有很多好的条件 是你一无所有 你要记住你要在一无所有的时候 有这个勇气 有这样一个决心 然后我要发一个愿 别人去把你当傻瓜 风子 可是你这种愿就是不动摇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在法华经里面讲到一个菩萨 我特别赞叹 法华经里面有一个菩萨的名字叫常不清菩萨 我来请那个 孙子菩萨 你来讲常不清菩萨是怎么样一个菩萨 为什么叫常不清 那常不清菩萨 他看每一个众生都是他看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 所以他都理尽每一个人 大家就由他这个举动 有些人甚至还取笑他 可是他还是继续对每个众生都是恭敬都是礼拜 所以每个众生都是将来都是要成佛 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谢谢洪君一口气就把两个重点说完了 第一个 这常不清菩萨是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佛 他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善根 第二个 因为他是修这样一个法门 他生生世世都是修这个法门 对人的成佛有绝对绝对不动摇的不退转的信心 所以他最后成佛了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所以 常不清不清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过人的资源 或比别人的重 不是 他就有这个信念 绝不动摇 绝不退转的信念 我们现在 同学不管今天在教室也好 你在远方 不管你在五台山或者任何一个地方 这一些理念 你要让他 这个理念像一个树根一样 让他不断的发芽 深入增长 我觉得我学活这么久 从年轻到现在 从小时候到现在 从六岁归一广青然后到现在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念 不退转是我最大的受益 没退转过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第一个要有这个大愿 第二个 这个愿的实现会有很多困难 很多挫败 很多被否定的机会 就是要大慈大悲 大慈是我希望对方快乐 大悲是我愿意分担对方的痛苦 我被你误解 OK OK 我可以接受 我被你否定 OK OK 我希望这个因缘慢慢可以成熟 所以这个大慈大悲 是我们继续往前走的 很重要的动力 然后第三个就是 刚会你不太讲的资料 你知道成佛这条路 是这么长的一条路 所以你需要很多很多的资料 那这一支这样怎么来 不断不断地广结善缘 不断不断地广结善缘 就像我觉得 我看那个每一年 好像好几次都会看到 在群里面 就说最近筹到多少钱 然后这个钱要寄到 这个喇嘛学校去帮助这小孩子 点点滴滴 真的我好感动 所以如果说你要行菩萨道 你就要有这个精神 我永远自己每一个 我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 永远不错过 不是不推手 而是根本就不要错过它 那第四个 这就要紧了 这些生文批之佛 从初发心 不供养一切十方三世佛 为什么供养十方三世佛 这么重要呢 因为佛是我们 永远永远的三世佛 你没有亲近过这样的一个 高层次的三世佛 你永远不知道佛的重要 而且这些三世佛在你的生命中 遇到困境的时候 需要突破的时候 这个三世佛就出现了 就算COVID-19这个新冠肺炎 这么四年了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非常感谢 好多的三世佛 一个一个出现了 我这种福报 这种我不晓得怎么跟你们分享 它就出现了 就刚好我会读到那本书 刚好我就会亲近那个三世佛 虽然我最近去竹山 为了感谢我们两年前 一行禅室有香港的弟子 到竹山的明善寺 来带一个很成功的禅修 因为一个禅修不容易 结果那个住址师傅 德松法师 他就很热心地 给各种各种饮食 或者是我们住的东西 还有我们教室需要的各种东西 哇 什么都是现成的 所以呢 这疫情之后呢 我们因为这个 张宇章师兄啊 安排我去中部走 我说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师父 哇 那天 没想到 你知道这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到了明善寺才进门哦 我们跟一个师父问说 诶 请问一下 住址师父在吗 我们问那个人就住址师父 一聊聊了两个半小时 哎呀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报 跟我们讲好多珍贵的开示 我以后再慢慢跟你们谈这些 这题外话 但是很重要 就是说 为什么供养十方三世 一些诸佛诸子的众 因为你要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你要不断不断去广结善缘 善知识就是我们成佛路上的明灯 我从台大中文系 转系转到了哲学系 因为原来我为了要发展中国文化 所以立志要念台大中文系 后来我说中文系是还是比较 着重文学这些东西 我比较喜欢思想性 所以中文系一个王淑明教授 演讲的时候提了三个问题 他说你这问题 其实你不应该念这个中文系 你还念哲学系 所以我就听他的话 马上那个暑假就转系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到美国去讲学五年的方多美老师 放弃美国的高薪 回到台大哲学系 我就这样因此有机缘 亲近方老师十五年 这个都重要啊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供养十方三世诸佛的心 这个因缘不会现成 方老师在对峙抗战的这个期间 写了一封很长万年的信 一万字的信给谁 给熊子力先生 这个信始终没有发表 因为他觉得说熊仙在大陆 然后他万一发表的话 熊仙可能没有机会回答 我竟然有机缘在方老师的家里 读到这封信 方老师还允许我把它抄写下来 不但如此 我每一个星期除了上方老师的课 还每个星期陪老师去台北的这个近郊各地 陪老师游战玩水 那这种很那种不拘束的这个对话 这多少那种智慧的启发 千进三世是何等何等重要 不只是方老师 我在台大一年级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学长吴米洋老师 牙医系的一位学长 他牙医系 他竟然每个星期跟我们讲课 开始的时候我还跟那个张吴米洋老师 我们一起去听课 听着听着 本来教室还有十几个人 最后剩下我一个 所以那个佛学十四讲表 最后的那个四堂课只有我一个听众 可是这个吴老师这个学长吴学长 他在讲课的时候好像面对百千万人在讲课 所以对我很鼓励 所以我这个时候即使一个人 我也是很有心神 这不容易 我们那时候在台大还很幸运 我们一位景观学校的一个老师 张廷龙老师 他每个星期跑到台大 为我们讲法相维士学 所以我法相维士学的一个底子 还跟张老师帮我打的底子 太重要了 我们后来会去读到这个 欧阳静武先生的 《维士抉择谈》 就那个时候 这个张廷龙老师给我们提的这本书 我记得有一次张老师一个学期 那个法相维士学的课上完了 最后一堂课 就从台大圣灵系的二号教室走出来 要走到校门口 我们送他去打工车 他当时很感慨 他说刚好我们五个同学跟着老师 说你们家有任何一个人继续研究佛学 我就觉得很值得 这几个人是谁 这几个人是谁 郑正王老师 杨慧兰老师 台大哲学系教授退休 马来西亚的吴廷内老师 学长 机械系的 这五个人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跑掉 还有我刚刚讲的吴廷内老师 所以这个世间这个因缘是不可思议的 你认为非常小的 小小的总是他可能变成大书 所以我觉得说读到大自动这段话 我是很感动的 供养十方之后何等重要 所以请大家注意 声闻言决秤呢 他们跟大圣佛法有个很大的不同 是大圣佛法重视十方佛 理尽十方佛 不断向十方佛发愿来 请求学习的机缘的增长 然后第五个 这就是你个人要做的功课了 请仰普扎念一下 不审地求知诸法实相 就是说了解诸法实相这件事情 是你不断在每一个当下要去用功课 每一个当下做功课 每一个当下绝不改变自己的立场 所以菩萨会去重视诸法实相 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 在他每一个当下的发心当中 不离开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学问家 叫顾元武 他生平中四个字对他最好叫实施求是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精神 审地求知诸法实相 第六 带欲求脱老病实苦 那这个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身文言诀呢 就是说身文言诀呢不是他不聪明 也不是他不会开悟 但是他的开悟的目的只有一个 身老病实太痛苦了我要脱离 所以他的一个最强烈的motivation 最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动能 动机 所以我们将来有机会要跟同学们分享一篇 就是应顺导师的这个重要弟子之一 后来到了新加坡去的 一位法师他也被演讲 就讲到了这个发心的重要 发心学习的重要 所以你如果只说人生太苦了 我不要这么苦 这个就变成是二秤 就身文秀和元节秀的发心不够 你们有机会最近 刚刚那个大大电视台那个 高僧传里面 马明菩萨那个太经典 他在婆罗门教的经典他很熟悉 那为什么后来他要放弃婆罗门教 因为他觉得 我不要讲你们自己去看 他就觉得 就是你们少那个大乘的那个心 我们休息五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课上课这四年多以来 我们在课堂上播了最多的音乐 就是刚才这个经典的这个 菩萨的四大乐 可不可以这个歌词去 杨菩萨再为大家念一次 带大家念好不好 好 大家一起 以感恩的心面对世界 以包容的心和谐自他 以分享的心回报大众 以结缘的心成就事业 梁菩萨可以讲讲你为什么认同这四句话 这四句话就是自立跟立他 然后也是有发愿 然后能够成就那个大乘的那个菩萨的心 菩萨的大愿还有大行 这样 解释得太好了 这个就是菩萨道的谨慎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们这个已经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们对那个金位长老的怀念 那我想最近这个会上YouTube 所以我想同学们就可以更深入 为什么这个金位长老的思想 对我们的心菩萨道是这么重要 好 那么现在劳驾 我们前面所讲的是说 那这个生文言诀他的不足在哪里 六点 六点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只求制度 他只想最后他最大问题 他只想解决个人的问题 所以跟最前面那个第一点刚好相反 大誓愿 什么样的誓愿 跟众生一起成佛的愿 那么我们现在再请 央菩萨带大家往下念 相对的前面是讲生文言诀的个性 为什么他不得诸法实相 那么现在我们看 为什么菩萨可以得到诸法实相呢 好 请带大家念一下 好 诸菩萨从出发心 弘大寺愿 有大慈悲 求一切诸功德 供养一切三世十方诸佛 有大利志 求诸法实相 除种种诸官 所谓静官 不静官 常官 无常官 乐官 苦官 空官 实官 我官 无我官 舍如是等 望见心力 诸官 但官 但官 无 忠 时下 非 静 非 不静 非 常 非 非常 无乐 非苦 非空 非 时 非我 非 无我 如是等 诸官 不着 不得 世俗 法 故 非 非 非 世俗 周遍 清净 不破 不坏 诸圣人 行处 世名 般若 般若密 这个念得很好 那么 我想这个地方 你刚刚不是有排出去吗 这个是 或是你菩萨排的 或是你排的 所以我讲会你不再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以后我们要读这个经论 就要学习怎么样的科判 这科判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但学到佛法里面一些文字啊 名相 我们学到它的结构性的智慧 结构性的智慧 Structural wisdom 那我们学到这种结构性的智慧的话 我们处理事情啊 不管处理人际关系或处理世间法 或者我们要做一些什么 这个利益重视 自利利他的事业 那个结构性的智慧自然而然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个结构 那你不学科判就不行了 而且你会发现 越了解科判越了解说 哇佛教这个思想 怎么可以到这么的精密 严密 而且细微的地步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菩萨的相对的这几个 要不懂 总共有几个 总共有六个 OK 好 那么 第一个 相对于那个声闻原觉呢 他没有大寺院 那么现在菩萨什么 有宏大寺院 那最宏大是什么 就是我愿意跟一些众生一起成佛 一起大策大悟 所以有时候人不能小气 我要跟你多讲一点 一不小心你比我早开悟怎么办 这小心眼就不行了 我希望所有人都赶快开悟 而且你比我早开悟 你还可以回头来度我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小气 不能计较 第二个呢 有大慈悲 有大慈悲才会有包容 有大慈悲你才愿意接受这种人际关系的挫败 人际关系是很不容易处理的 有时候你对他很好 他辜负你 他这个恩将仇保 重心太多了 所以你就要有那种包容的心 有一种接纳的心 这很重要的 第三呢 求一切诸功德 因为这一切诸功德就是最重要的资良 像我们这么多同学 我为什么对红金菩萨 特别特别有一种 怎么讲 一种那个 觉得好像他就是我的善知识 因为我看 这么多人 我们这次有二十几年了吧 有三十年吗 接近三十年 我要强调众文大人 就是我们红金是一个从来不计较的人 从来不计较 他真的是 求一切诸功德 他根本不求 他就是随时随地愿意成就一切功德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计较 像我们那个杨菩萨也是这个个性 因为他在那个终顶的那个菩提社 我说怎么会有人在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机构 做事情这么不计较的 后来又看到说 刚好那个我们有一次去尼泊尔斯 诸多伦不去往生 那次好像没有几个人去 是不是 刚好是那个陈老师跟你 还有几个美国来的同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那个一个人的不计较 一个人的愿意分享 愿意奉献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第四 供养一些十方三十诸佛 大制度里面有一卷 特别讲到十方佛的重要 礼尽十方佛 跟十方佛学习的重要 然后你的最大生命中最大佛是有大立志 就是你是立根者 也不是人人的天生就是立根者 但是你就是愿意学习 不断的不断的学习 所以你智慧就越来越开 我们这个智慧开等 我觉得最了不起的例子之一 就是我的岳母 他老人家 因为受到这个静心张老的影响 老人家的静心张老的开示 他一心念佛 念佛三昧成就 欲知十字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他这个很平凡 在日记时代 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但是我发现 他念佛念要什么 整个智慧打开了 他讲话好像在预言一样的 这个东西很重要 六波罗命是共同成就的 他后来因为念佛三昧 所以成就了他的智慧打开了 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因缘 他往生前两年 因为他有两个女儿在台湾 两个女儿在美国 在洛杉矶 他为了去关心他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孙儿孙女 他就飞到美国去了 去了又很奇怪 他也不是为了天伦之乐 这个寒移弄孙 就住在这个他女儿的 两个女儿的家 他跑去西来寺住 住在西来寺干嘛 因为他很会做一些什么 什么烟的东西 那个什么 就这些很传统的东西 所以他就去西来寺 住在那什么 西来寺来往的这个信众很多 他去做那个什么 烟萝卜啦 烟什么 还一大堆烟的啦 就有这个本领啊 所以你看 他后来往生的时候 很多善因缘献 包括说他在慈激医院 这个新年病房往生了 竟然那个新年往生 要到了往生的那个 住年堂啊 几个小时那个 都没有人去用啊 就你没有人用 他就不会赶你嘛 26个小时 然后他在那个新年病房 那几天 住了那段时间啊 他竟然有个福报 因为他的师父啊 那个信心找到说 你哦 念佛 而且要观想莲花 结果呢 刚好他这个三女儿啊 在那个大西啊 竟然 每天可以买到最新鲜的莲花 所以老人家那个病房啊 每天都有莲花耶 新鲜的啊 你们知道吗 这就是我要反复的 跟大家讲一下 资粮 因为你广节赛 你很多的资粮 这样 所以你生命中需要那个段 他自然就现前了 你绝对 大概电视台为老人家拍了一个 经验片 这以后我们专题来分享这一部分 他稀以为笑 always smiling 所以这个陈老师 他可以讲很多了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要大家知道说 整个菩萨道里面那个 最核心的精神 从我们理尽 十方佛 从我们花大誓愿 从我们有这个智慧打开 都是离不开的 然后我们现在讲第六点 这个刚才念过 我们再念一次 这段很重要 大家一起 求诸法识相 除种种诸观 所谓静观 不静观 常观 无常观 乐观 苦观 空观 实观 我观 无我观 舍如是等 望见心力诸观 OK 最要紧是这一句话 我们下个星期要讲 这也请大家放在心上 求诸法识相的要力是什么 我们这句话 除种种诸观 你不要太多成见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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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 所有这些刚才念的很长的 对不起 跑掉了 静观 不静观 常观 无常观 乐观 苦观 空观 实观 我观 所有这一切的观 不管是你个人的观想 或者各种不同的修行的观法 一句话 所有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望见心力 但这一辈子是望见 你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要透过各种不同的观想方法 来锻炼你的心力 最后要放下 这一步放不下 他还是望想 还是颠倒 这个是我们要去用功的地方 所以这一步我们下个星期 来继续跟同学们来讨论 舍如是 大家一起念 舍如是等 望见心力诸观 这个人还有一个人 心的观想力很强 要不然怎么观得出来 空观 识观 苦观 乐观 你真的很会想 但是记住放下 所以最后回到什么 不可得空 唯有不可得空 所以我们可以祈祷真正的 真实的诸法思想 所以这是我们下个星期的功课 好 我们回向 大家请合掌 回向 无上圣身成道远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千年佛族前 重宣 一劫不退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